來 我們導播帶一下 褚英委員的下巴 來 特寫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奶姬 奶姬 這個 這邊還可以看得到 現在是貼人工皮 對 現在貼人工皮 但是還是可以看到盛學的部分 那萬一留疤怎麼辦 我絕對不能接受啊 我比較想問另一個問題 那我們副主委回家以後 對 我們關心一下嗎 你也瘋了 沒有嗎 這麼嚴重的事情 他 因為我必須應該講一下 副主委你們應該知道吧 他平常的話很少 好 對不對 他沒有說還好嗎 對 他就是這樣 欸 你好瞭解他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卡 就是黃珊珊她發文說 台灣民眾黨反對提高罷免門檻 而且下面說他們會進場投票 否決提高罷免門檻 而且呢 她是說有事人不必在破章索 褚英委員怎麼看 寫的跟做的 要你知道 閒刑合一啊 現在網路上非常紅的火龍果神偷 對 他就是來簽到 然後拍了照 然後就離開 他完全沒有真正的拿出具體的行動 我們要捍衛的就是 不要沒收民眾的罷免權 不要變成所謂鳥龍罷免 對不對 那你不是應該要過來跟我們一起嗎 對啊 結果他的照片PO出來是跟著國民黨的 那個丁學忠啊 柳許婷啊 然後 許以貞 請問 你們一個人這邊講說 我們會投票 我們反對提高罷免門檻 結果你們唯一的一個內政委員 是跟國民黨的委員這樣 黃國昌的這個要求 其實正暴露出來 藐視國會罪的不合理不是嗎 他都覺得說我要先完整知道你的論點 我才能回去好好準備 我要有什麼樣的東西來回擊你 甚至前一天已經讓你看到所有內容 他覺得不行 這時間太倉促 翁曉琳還說 害我只睡太趕了 害我只睡三小時什麼的 可是他們對行政院官員 行政院部會首長 未來到立法院接受質詢 事實上 沒有部會首長會知道立委要先質詢什麼 我不可能知道 那你要求部會首長在當下即時回答你的問題 回答的不好 回答不合理意 還用刑法 141條秒 是國家來辦他們 很明顯的完成失衡嗎 各大法學院120個法律學者 出來連署說的是程序 瑕疵內容違憲 對藍白擴權 黃國昌也好 或者是翁曉琳也好 他們也是所謂的法學界出身 對 你要找120個你找十分之一 你們找12個人 12個法律學者 突然跟你法盲瞎頂到底說 藍白都合憲 大概找不到了 因為法提諾黃新聞 對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這個最高機密的法案是怎麼出來 這個困難怎麼出來 是黃國昌在直播的時候說 他跟翁曉琳寫出來的 他應該是比其他這12個人 或者是我們其他人 更清楚才對啊 他為什麼要焦慮到兩天之歲 三小時 只有一個可能就是 他要不就抄的 不然就是亂寫的 所以現在根本 原不出來 藍白通過國會擴權法案之後 國民黨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說 他要去說明 德國之聲提問 他說 請問你那個反質詢的法律定義是什麼 當場說 我們以後試用之後再說 通過以後再來說明 沒有能力做解釋耶 大法官今天問黃國昌 這個反質詢定義是什麼 因為全球沒有嘛 全球沒有法律這樣子寫嘛 只有藍白這樣寫 黃國昌從頭到尾解釋不是說什麼的 上次的德國之聲 也問吳宗憲 解釋不出個所以然 被德國人打理 國際記者會上丟臉 這個真的是毀線亂陣 台灣已經到民主化到這個階段了 居然還會有這麼誇張的立法 號稱國會改革 實質上在擴權 而這個擴權是 你機關派出來的代表 還是你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法律人 沒有好的回應 沒有好的法律上的論述 這個對台灣的法治進步而言 是很大的一個死路 確實 318的時候 大家衝到立法院裡面 後來被告嘛 那永國翔其實那時候是 放了其實很多人 黃國昌啊 那邊被反常會提 永國翔那時候 他是 他是義務律師團的著急 等於他也當過黃國昌的律師 幫他打這個官司了 當時大家都是 一起站出來捍衛自由民主的夥伴 那今天 有一個人很顯然 站到了跟所有人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人叫黃國昌 黃國昌告訴他的粉絲說 所有人都錯了 只有我才是 綁持初心 那些人通通都墮落了 我覺得 好啦 這個就跟卡比諾狂心的王餐 經濟學員到底哪一個 比較有公型的一樣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啊 好不好